这个准备破一把锅刷 先把条子开起来 条子开到1.5差不多宽度 条子开好 然后在厚度大概2毫米左右 每根都这样破出来 好 这样开好 然后再开丝 开丝手指头贴着的刀口 这样每根全部开好之后 这里不是还没下去吗 还没到这个里 然后这样把它捏着往这边弯 这样头子撬上去 它这里自然全部下来了 看到没有 这样弯下去 自然全都下来了 找这下面来了 这样弯好之后再给它一破四 每根把它破四层 先给它对破 对破然后再对破 上面这层嘴巴咬住 再拿来撕下去 好 这些边上这种毛吃不好的 是把它处理干净 破好之后 这样全部把它堆在一起 好 边上这种毛吃不好的 全部把它处理干净 全都把它破成四屏 不好的毛吃把它处理干净 好 这样破好之后 把它切皮 把它切皮 把它奔开来 再把它敲碎 好 这样敲碎之后 然后把清皮包裹在外边 这种边上的不好的毛吃 把它处理干净 一片片把它包裹进去 好 包裹好 然后这里开始炸双花枯 前面这里抓双花枯 这后面屁股这是淡花枯 好 这花枯抓好了之后 把它翘胶扁 这样翘胶的手感捏去舒服 把它对分开来 好 这个时候要腿棒满了 这样把它压着 然后再整理把这中间炸下去 方向摆好 好 就这样可以刷了 刷锅可以刷了 好 这边